凯特王妃英国时间23号清晨接近6点 被送入西伦敦圣玛丽医院 随后在上午11点 诞下她和威廉王子的第三名爱情结晶 威廉王子下午带着4岁的乔治王子 和3岁的夏洛特公主 到医院探望弟弟和母亲 在当地时间傍晚6点 威廉和凯特终于带着王室新生宝宝 步出医院 首次对全世界亮相 凯特左手抱着包裹在白色布巾里的小王子 向媒体及群众挥手示意 接受群众欢呼 只见凯特一身红洋装 脚踩高跟鞋 肚子依然微微隆起 但气色很好 威廉王子随后带着宝宝和爱妻一起回家 而在伦敦各处也名放庆祝礼炮 英国各地的政府机关建筑也升起了英国国旗 庆贺王室新成员的诞生 另外英国首相特丽莎梅和哈利王子及未婚妻 当天也参加了一场纪念仪式 悼念黑人青少年劳伦斯被种族主义者谋杀25周年 当时只有18岁的劳伦斯1993年 在车站被残忍刺杀 虽然5名嫌犯在几天内被捕 但是警方对这起杀人案调查失败 一直到2012年才有2名嫌犯 在新证据曝光后被监禁 黑人青少年劳伦斯日亥 也促使英国警察产生广泛变革 NB7综合报道